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人目不暇接的狂欢盛宴 南波万四兄弟突然闯入后米之家 仿佛一群淘气的孩子闯进了最佳乐园 上窗户 下楼梯 到处探索各不停 还打起了主人组织的集体洗澡计划 作为哥哥们 我们也想逗弄一下这帮调皮的弟弟们 于是便装扮成尸体把他们吓了个够呛 看着四兄弟惊慌失措的反应 我们哥哥们也忍不住咧嘴而笑 看来这批弟弟们还真是对我们太了解了 但是他们可不知道我们其实只是想逗弄一下他们 接下来的游戏才是重头戏 纸压版足球赛开始了 这可是我们之前就磨刀霍霍准备好的一个游戏 去年的较量技艺游新 冠军之争可谓激烈非常 这一次 年轻气盛的弟弟们又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让我们这些哥哥们都大吃一惊 虽然陈楚生最终凭借一脚关键竞球助我们获胜 但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 大家尖叫声此起彼伏 整个场面活向各儿童节派对 可就在我们整理呼吸的时候 接下来的户外水战又开始了 这一次 我们决定引狼入室 让木虎充当Canonfather炮灰 好让陈楚生和王征亮两个人尽情展现他们的射击技能 没想到 这两个人竟然如此投入 恨不得把陆虎临城没汤姬 就连一向躺平的苏醒 这一次也忍不住全身湿透 看着他那丧气的表情 我们度忍不住捧腹大笑 这一期节目可谓是欢乐不断 我们哥哥们尽情释放自己的童心 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弟弟们的天真烂漫 与我们哥哥们的成熟稳重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这片刻的游戏时光里 我们旁如重拾年少轻狂 尽情玩乐 仿佛一切烦恼都消失不见 这次欢乐的狂欢之旅可谓刺激非常 从一开始的鬼屋般的惊吓 到后来激烈的foot球大战 再到最后的水枪大战 城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们都仿佛变回了孩童 尽情在这片子游天地里肆意玩耍 这不正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虽然我们现在都身居高位 被视人视为偶像 但内心深处 我们其实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也渴望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 肆意玩耍 释放内心的欢乐 而这一次的欢乐时光 就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份久违的快乐 从小到大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梦想过 能够拥有这样的童年 能尽情玩耍 毫无顾虑 但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是被各种繁琐的事物所束缚 难以喘息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重温这份童真时 内心的喜悦与激动自然难以抑制 这也正是这一期节目反响如此热烈的重要原因 观众们无疑也为我们的疯狂行为感到欢喜 毕竟 谁不曾梦想过能够像个孩子一样 尽情释放自己 毫无顾忌的玩耍呢 我们明星们能够在镜头前展现这一切 无疑也让普通观众感到羡慕不已 我想 这一次的游戏狂欢 不仅给我们自己带来欢乐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纯真与快乐 我们明星们虽然身份特殊 但内心却也一直都渴望着这样的自由时光 能够在镜头前尽情展现自己的童心 无疑也能够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 此次节目中的种种情景 恐怕也会成为我们这些明星难忘的回忆 从窜进房子的调皮捣蛋 倒激烈的体育竞技 再到最后的水枪大战 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欢乐的元素 我们仿佛在这一刻摆脱了所有的包袱和压力 重拾了二十的Pure Innocence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美好 以至于我们都舍不得结束这场狂欢盛宴 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些明星内心最深层的渴望 我们虽然身居高位 备受世人关注 但内心深处其实也渴望能拥有更多自由自在的时光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我们时刻都被各种责任何压力所束缚 难以喘息片刻 所以当有机会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时 我们内心的欢乐与兴奋是难以言语的 这一次的快乐老友记给了我们这些明星一个完美的机会 让我们得以重温那份久违的纯真与快乐 无论是窜进房子的捣乱 还是激烈的足球大战 亦或是最后的水枪大战 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们仿佛真的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尽情释放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这样的欢乐时光 恐怕也会成为我们这些明星难忘的回忆 在繁忙的工作和无尽的责任中 我们很难有机会能够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 但这一次的特殊机会 让我们得以重拾久违的童真 尽情释放内心的快乐 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些明星内心最深层的渴望 虽然我们身居高位 被视人视为偶像 但内心深处其实也和普通人一样 渴望能够拥有更多自由自在的时光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我们时刻都被各种责任和压力所束缚 难以喘息片刻 所以当有机会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时 我们内心的欢乐与兴奋是难以言语的 这次快乐老友记的精彩表现 无疑也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 毕竟 谁不曾梦想过能够像孩子一样 尽情释放自己 毫无顾忌的玩耍呢 我们明星们能够在镜头前展现这一切 无疑也让普通观众感到羡慕不已 他们也一定会为我们的疯狂行为感到欢喜 因为这正是他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生活状态 总的来说 这一期的快乐老友记可谓是欢乐不断 从一开始的鬼屋般的惊吓 到后来激烈的foot球大战 再到最后的水枪大战 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们这些明星仿佛真的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尽情在这片自由天地里肆意玩耍 这不正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去年为了预热最新一季向往的生活 也是蘑菇乌租期还没到 本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心态 芒果找了一群回锅肉来热热场子 没有赞助商来 机票和节目后期全都是蹭向往的生活节目组 厂工请附近村民来帮忙 小H和小O请不起抱了一只小土狗来撑场面 没想到这群胡卡意外争气 直接爆火 综艺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口碑几乎都不错 直到快乐老友记上线 这帮人的节目终于被骂了一回 属于是快乐在出发的第三季 前两季评分非常不错 做到第三季又来了新想法 这次的节目是哥哥们和节目组一起策划制作 在场杀剑了一栋属于哥哥们的新家 在这里打造他们的专属 灵感来人于张远和苏醒最爱的美剧老友记 一群人生活在一起 打打闹闹 没事再邀请各朋友来做各客 非常快乐 就有点像毛雪汪相莽的生活 先到片中几人非常认真的讨论策划节目的走向 本来一切走向都非常严肃正常 陈楚生的一句口胡让看节目的黑仔发出第一声爆笑 提案的时候陈楚生想说 你要相信我们的分寸 结果一个口胡分寸变成尺寸 全场爆笑 在猛眼攻击的游戏中被哥哥们营生生完成了爆打胡子 五人躲避 一人猛眼攻击 但三分之二的攻击权都无情地落在了胡子身上 游戏好笑程度百分之十 胡子惨痛表情好笑程度百分之一万 在披荆斩棘中心认识的老朋友蔡国庆变成了第一个做客的哥哥 蔡老师的精神状态遥遥领先当代年轻人 送祝福的蔡老师变成了蔡可云 综艺嘛 看个轻松下饭 纵观国产综艺场 快乐老友记得的下饭程度算得上市遥遥领先 但是和前面的快乐在出发不太一样的是 这一季现在播出到第四期 来了一片骂声 先别喷我 我说的当然不是老北北们 而是节目组 首先 以往看过的综艺中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仅可能地避免出镜影响关带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后期也会直接打马 但是快乐老友记得工作人员频繁出镜 无码无工作内容 非常破坏节目整体的温馨氛围 其次 导演组在玩游戏的时候真的太过躁了 尖锐的女生已经快盖过了嘉宾的声音 不是我搞什么艳女男女对了 就是个马喽在这我也照样这么说 新节目限制多 爆点就少 全靠这帮人的综艺感来称 当年极限淘战严米游着这帮人胡作非为 才诞生了那么多的名场面 赵浩大林和北北们斗志斗勇也贡献了不少笑点 想复制快乐在出发照号那样的模式但没成功 反倒讨人闲 还有快乐老友记的后期真的非常拉胯 对比上一记和蘑菇屋的时候都差远了 这群人那么多好听的歌你都不会用 BGM不是配氛围 陈楚生弹唱还是工地师傅自己放的 后期字幕以及表情包跟不上哥哥们的节奏 让笑点大打折扣 表情包也远不如上两期搞笑 总之快乐老友既是哥哥们还是那些哥哥们 搞笑还是非常搞笑 但是拉胯的节目足影响了我们看哥哥的心情 以及下饭的心情 还是希望下个礼拜的第五期能看到原来的感觉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再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